有人说台中的七期也是台北的新议计划区 可是有点的不一样 台北的这个新议计划区就感觉非常的商业化 很繁荣 那但是台中的七期你会发现 好 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今天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台中市长 卢秀燕市长来跟大家谈谈台中市的大未来 我相信这段时间市长非常卖力的带领台中市 做一个更大的蛻变 台中市人口283万 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会朝着300万的大城市来迈进 大家心目中的台中市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特别要先请市长跟我们财讯的观众朋友先问候一下 市长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欢迎市长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台中市对于现在房价的高涨 他开出第一枪就是屯房税 我们现在的这个非住有房屋大概税率1.5% 我看市政府这边现在开始针对三户以上 是2.4% 那四户以上是3.6% 我相信这个政策大多数都觉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在房价飙涨当中 台中市其实房价也是涨了很多的城市 那对于自住我想政府应该鼓励 但是对于屯房者 我想政府要有一些抑制的措施 这一次台中市政府开出第一枪 我相信市民感觉都非常好 市长有这样的动机要这样做 这个你的初衷跟你的想法 我想先请市长从这个地方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好不好 我想最主要是居住正义 那现在房价在上涨当中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弱势的民众 尤其青年朋友买不起房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适当的平抑房价 让它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那不要乱涨 那造成这个市民受害 所以在去年呢 我们都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也因此我有跟市民许诺说 在今年一开始 我们就会把这样的法案修法案完成 送进议会审查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修法的方向 你超出标准的三户以下的话 税率呢要从现在的1.5拉到2.4 那如果你超过四户以上的话 就3.6这应该是全国目前可能是比较高的一个税率 不过另外一方面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囤积房子 因为你囤到三户四户 它的确是蛮多的 希望它能够释出 那如果你要掌握这么多房子 你就应该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调高税率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呢 这样子受影响的民众 台中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的 两户三户四户以上的 大概有8.7万人 那受到的房屋影响大概是10.6万户 所以基本上绝大部分的民众 92%的民众是不受影响的 那另外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那如果说市议会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法案 我们大概一年大概可以预计多 超征大概4亿元左右的预算 我们也会继续实施居住正义 所以呢我们会把它投入租金补贴 那比如说弱势的民众或是年轻朋友 我们可以给他做这样的一个经费 或是租金的一个补贴 那就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居住正义 另外还有包括我们现在也大量新建的 这个社会住宅 蔡总统是说全国他做20万户 那台中被分配到是1.1万户到1.2万户之间 那我们跟中央是对半分 台中市要盖5500户 中央要盖5500户 大概1.1万户 那我也可以跟这个主持人报告 过去这三年来经过一个努力以后 被分配的5500户已经全部达标 不是已经完工 就已经在开工中 所以我们今年还会在盘点 我们预计还会再增加 我们台中市自己额外再增加1500户左右 透过几个多管旗下解决台中市 这个房价在上涨 那有一些人买不起房子的困境 好 我想我昨天起床第一件 比较醒目的新闻 就是台中市政府要对 三户以上的有房地产的人 开征囤房税 这个是全台湾所见 那我相信市长在履行社会正义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第一项 这个要跟市长要致敬的 我想不容易 那我相信全台湾 大家共同面对 台中市是有很大的蜕变 我记得我去跑了21公里 从台中市政府出发 然后绕到歌剧院 然后绕一大圈又跑回来 台中市整个市容都变得很漂亮 在七期我想整个感受 有国际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架势 我们看到从2016年以后 台中市开始入选ZWC 全球化以世界城市组织的世界城市排名 台中市其实都进榜 市长这三年当中也让台中市能见度更高 特别请教市长就这三年当中 对台中市带来哪些改变 还有你心目中的大台中的未来 市长有什么样的旗席 我们有一个施政目标 就是富士台中 富有的城市 富士台中心好生活 那我希望台中繁荣 富裕 有经济力 是希望有更多的经费 可以投资教育 文化 环保 可以做这个公安治安 让市民朋友有一个舒适的生活 去年有多个媒体 不同的媒体 他们有做一些民调 全台湾最宜居的城市 台中当选第一名 我们也当选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还有另外一个媒体评比说 你退休后最想去居住的城市是哪一个 也是台中市 那如果你要宜居幸福的话 那你每个面下都要做得很好 在健康方面 你防疫要做得很好 那你的空屋要整治 那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们空气品质不好 所以花了三年 花了很大的时间 我也做了很多的坏人 去整治空屋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央的评比下来 空屋的这个改善率是六度第一名 那另外我们的教育跟文化 要大力投资 譬如说台中市各级学校的外施 我上次之前 我们是六度敬培莫座 那我们就调度一一多的预算 聘请外施 光是外出我们就增加一百多位 现在已经是六度第一名 尤其经济我也很重视 所以中央有一个方案 叫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在800多个投资台湾的 这个方案里面 将近300件是投资台中 是六度第一名 包括台积电 它要投资将近近兆 美光它已经投资了4000亿 盖两个厂 像我们的在地的SOGO 它要在高丁附近 盖个全国最大的商城 连高雄的汉兰 侯董事长说 20多年来 他没有跨过浊水溪 他去年第一次到台中来投资 三井奥类 在台中的两个大 二期的投资方案 那另外在中央会 对各项的经济指标做评比 到去年底为止 我们八项经济指标 拿到第一名 六度地名 那人家为什么愿意 抱着白花花的钱 资本额设在你这边 公司设在你这边 那我想台中的人力素质被看见 那台中宜居的环境被看见 那也因此这两年的台中税收 还蛮亮丽的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经费 我们做的台中三大国际建设 第一个 我们已经正在盖国际会展中心 一张图画了三个市长 都没有开工 我就把它开工 前年开工 我们第二个大建设的 就是我们的绿美图 一个百年大师 竟然没有一座像样的 市立图书馆 市立美术馆 那我们前年已经开工新建当中 我们今年要开工的就是第三个国际大馆 叫做巨蛋 万人以上室内场馆 所以我这一届的任内 台中市民20年来的三大场馆 我们投资大概超过200亿 都是台中市政府单一投资 我想这个是一个在文化建设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高雄跟台南大概都有美术馆 那台中我们现在有看到歌剧院 那如果在将来的美术馆的规划 它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我相信这个有后发先制的机会 特别刚才市长讲到这个招商的部分 我们都记得前一阵子 大概魏泽家有到市政府去看市长 那我想市长可以透露一下 就是说现在台积电在中科 那个已经发展得非常好 那在这个会谈当中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台积电对台中市的发展 它有什么看法 跟大家报告非常乐观 那其实他们很早就在看台中了 那只是一直在选地 那第一个台积电它本身现有的厂 它们本身还要扩厂 因为它里面的腹地它还有 可是这样子还不够 所以他们最近有找到一块地 是我们民间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它愿意试出 那如果说这个能够成功的话 那基本上台积电会把它 最新一代的这个晶圆厂 二奈米放在台中 其实魏总裁不是只有这次来 它之前已经来过了 那只是这次有曝光 那如果说可以解决的话 他们预计要投资大概八千亿到一兆左右 那就是把他们最新的这个晶圆 二奈米放在台中 那基本上这个台积电 他觉得他们一定要势在必行 因为他们现在满手订单 那台中呢 我们这边不需要整地 第二个呢 因为台中他们已经有厂在这边 所以从他们过去生产的经验 他们可以发现说 很多的人力素质愿意到台中来 因为台中的本身的旧学环境很好 生活环境很好 他比较容易招到优秀的这些技术人才 因为你不只是要厂盖起来 你还要招得到同仁 他愿意到这个城市来发展 那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才非常珍贵 那大家都在吸收当中 那我们会全力地协助 那当然我有提醒他一个水电的问题 那因为台中市非常的繁荣发展 电力需求不断地在大增 那另外呢 整个台湾地区也有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指引他就说 那你到时候一定要用绿色的水电 那我们也有指引他 应该怎么去取这些水电 那包括我们台中市自己有水资源厂 现在有其他的科技公司 像友达就在使用我们这样的水 那我有提醒他说 你们要赶快要订购 那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生产的量就那么大 那希望他能够赶快来这个洽谈 所以他听了以后 他就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 给他指点一条明灯明路 让他可以解决水的问题 用电的问题 这个现在再生水 我看中刚也是很大力在开发 台中市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 七旗的大城市的一个架构 我曾经在台中练过高中 那我可以看到我们以前的马路 比方说中山路 成功路 土行路 那种小小的马路 七旗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 那个架构其实很完整 那市场将来有什么规划跟想法 有人说台中的七旗也是台北的新一级化区 可是有点的不一样 台北的这个新一级化区 就感觉非常的商业化 很繁荣 那但是台中的七旗 你会发现里面有国家歌剧院 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公园 里面有两个大的百货公司 新光跟大圆板 它就在同个区块里面 可是它跟助长又有点分开 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挤然有序 它是有人文的 它是有生态 那有生活的 所以市长讲这个 就是说它更多元 为什么 你到七旗 七旗还有土地公庙 你走 是 这个在市政府隔壁 对啊 它这个土地公庙香火鼎盛 我有时候到台中 早上出来跑步的时候 会经过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赶他拜拜 那我想它能够兼容并序 它会让你感觉很舒服 很自然 市长刚才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台中变成一个最好的遗迹的城市 我有同事啊 他退休之后 他就整个全家搬到台中了 我相信台中市是几乎全台湾 最富裕的城市 我特别要跟市长讲 我说两年前我有朋友卖百达回力 他说那个百达回力最贵的那支手表 8,450万台中人买的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 消费力坚强到你难以想象 台中市民最早去大陆投资 然后他们也赚了最多 回台湾之后 其实台中市的工业的底蕴是很高的 所以最近这几年在台商回流之后 你看台中市以前办公大楼几乎很难处理 但现在办公大楼整栋了 我看那个整个产业巨肉回流以后 对台中市啊 它会撑起更大的消费力 这个消费力我最近也在强调 就是说你看到高档美食 从台北那个最高档的 全部都降临到台中了 那台中市大致上现在所有的美食 好像都在聚集的那一条路 公益路上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消费力 所以我们最后请市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台中来 我们到底如何来享受台中最好玩的地方 台中市最好吃的东西 市长怎么看 台中很可爱 台中的他强调他的丰富性 第一个呢 他同样一个城市里面有山海豚都 他有山 山可以高达到三千多公尺 那他有很漂亮的海岸线 像高美湿地 日本有个旅游网站 评比他一生必去的第一名城市 第二名是谁 德国的天鹅堡 那他有很漂亮的山 高山道可以下雪的地方 然后有很漂亮的海岸线 古关海 这个古关那些 这个泥山 都台中市 和平区 是啊 那你要泡温泉 那另外呢 你有这个平原 所以叫三海豚都 那他新旧并城 我们是一个百年以上的一个老城市 台中旧市政府 跟总统府是同一个时期的建筑作品 那你看台中开发的多早 所以他这些东西 我们都把它保存下来 包括你讲 七级即使开发 它的土地公庙 对于这旧的传统文化 我们一样珍惜跟尊重 可是我们很多新的这些建设 跟新的这些设施不断的产生 而且都在全世界的顶尖 譬如说 全世界Costco的第一名营业额在哪里 在台中 然后这个大原版 跟新旺百货 它全国那么多的分店百货公司 第一名营业额在哪里 在台中 但是台中人很低调 不炫富 所以台中因为仓富于民 也因此呢 他不断地求新求变 追求更好的生活 这种更好的生活 他不是追求那种报复的生活 他追求的是有品质 有底蕴 有文化的生活 那所以台中人对生态重视 对教育头重视 对文化重视 所以以文化来讲话 台中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住在台中 因为台中的气候 非常的宜人 它年均位是23度 那你知道全世界人类 最适合生存的 最宜居的这个气候 就是23度到24度之间 台中就是 那也因此呢 台中本身 你要来吃喝玩乐都好 要住更好 那你要在这边工作也很好 那也因此呢 我们台中欢迎大家 不过这两年 我们有一个东西 因为台湾人很爱吃 所以我们台中是 在城市行销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台中是米其林之都 那全世界最新的米其林城市 因为很多米其林的食物 大概大家很多人都去过了 像伦敦 纽约 那你可能去过好几次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 不然不然前两年 我们这个外国客来台湾很多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新的米其林城市 大家都没吃过 那另外台中是高饼之都 那台中你可以数的这种高饼 有几种学长 太阳饼 太阳饼 还有柠檬饼 然后咸蛋糕 老婆饼 然后这个奶油酥饼 还有红锐针三明治 那有这个马路连的这些甜品 有这个珍珠奶茶 所以台中是高饼之都 那一个城市 为什么会形成高饼之都 因为它早期藏户移民 以前的人吃不饱 台中以前的人 吃完价等料 他还要吃点心 有钱有闲 过好生活 所以台中发展成 像枫园 它就是高饼一条街 也因此到台中来 你不带山海豚 不同的景观 你有好的美食 你要吃到米其林等级也有 你要吃到传统的美食 我们有传统的高饼 然后传统的小吃 那你要这个居住 那台中的这个生活环境 好得不得了 但是还有一点最重要 台中有一流现代化的设施跟品质 可是台中的物价相较 不好意思 相较于北部来讲 我们可能只有台北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 包括我们的房租 包括我们的房价等等 也因此它会成为很重要一个移居的城市 好今天听完市长的 对台中市的未来的规划跟想法 这个市长能够让大家都称呼你是妈妈市长 是不是可以说 所有每个角落你都看到了 所以我想台中市的未来 从七旗一路到水南经贸园区 到空屋的改善 到台中的美食 到移居城市的未来的规划 我想我们听完市长的这一番说明 我相信大家会更加感佩市长这三年努力 今天我们的谎谈就到那边告一段落 祝福市长在未来年任之路 很顺心能够再接再厉 好不好 谢谢市长 大家新年快乐 福福时空 谢谢 谢谢市长